大白菜的品種 目前大概有分四大樣 就是天津白、冬便宜、還有娃娃菜 然後一般的包心白菜跟山東大白菜 剛才講天津白菜或是東白牙 甚至到於山東大白菜 在夏天的時候台灣幾乎是沒有生產 生產期大約是在11月到隔年的5月 大白菜的產地也是在彰化、雲林、嘉義 這三個地方為主 大白菜的挑選方式的話是 首先我們看外觀 盡量不要有蟲洞 裡面不要有一點一點黑黑的 拿起來的時候重量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輕 外觀的話就渾圓 渾圓為主 山東大白的話其實 我們在挑選的時候會去這樣捏它 就是看它裡面紮不紮實 如果它捏起來空空的 代表裡面就是它結球沒有很完整 然後它的肉粒就比較低 它金黃色越多 代表它這顆山東大白菜越甜 大白菜的保存方式的話 如果以天氣比較冷的狀態 其實放在室溫下兩到三天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我們要注意的是 要把外葉留住 它裡面就不會黃得很快 然後如果你沒有要馬上吃的話 其實還是放冰箱會比較建議 沒有想到 要不要這樣 威脅 很緊身 很緊張